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告诉你们啊 从此以后好好伺候本宫 本宫一定为重重有赏 重重有赏 来 哪里生死活摇乳众 本宫赏给你们了 来 赏给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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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太医为贤妃诊治 有何结论啊 怀孕心切 肆意成狂 太后 贤妃整日在宫中嬉闹 也不是办法 昨夜 臣妾整夜未免 今日头痛加剧 如果再这么下去 臣妾恐怕先行倒下了 别说百妃身体虚弱 就连本宫今早起床 也感到心绪不宁啊 太后 如果再这么闹下去的话 恐怕还会影响皇上休息 请太后圣财 想不到啊 皇上的嫔妃本就没有几人 却都连遭不幸 李尚公 你有何良策 帮哀家结此困局 贤妃病情如此严重 不如把她 迁往行宫赞助 让她好好养病 也不打扰后宫 康复之后再做打算 好啊 这也是暂缓之计 太后 把贤妃迁往行宫 既远离京城 也不方便照顾 倒不如把贤妃关进冷宫 既有人看管 也不需要劳师动众 万妃言之有理啊 太后 冷宫是囚禁后妃的囚牢 贤妃虽然犯病 但她从未有过 如果把她打进冷宫 似乎不太合理 哎呀 也是啊 李商工 本宫听说吴恒殿 是给年老有病的宫女 做终老养病之地 那儿离皇上 太后的宫事甚远 倒不如 先把贤妃牵至该处 等日后有所好转 再做定夺 拜妃娘娘所言甚是 太后 属下认为 吴恒殿比起冷宫 是更合适安置贤妃的地方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将贤妃牵去 吴恒殿吧 九天玄女 观音菩萨送子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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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天选你观音菩萨送子来 皇上 我要生皇子了 我要生皇子了 九天选你 观音菩萨送子来 九天选你 观音菩萨送子来 九天选你 观音菩萨送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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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据 被一骨子 塞死了 被一尸甴 塞死了 今日寝夜 被一骨子 塞死了 今日的是 天天 塞死了 你快点 快点 行不行 娘娘 您来了 桂枝啊 这是娘娘和她的随身物品 我们把它交给你了啊 行了 多谢二位 好了 我们走了 慢走啊 娘娘 请随我来 娘娘 春华已经跟奴婢说了 娘娘的处境 可我们这儿不必以下店 什么都很简陋 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侍奉您 不过娘娘有什么需要 就尽管跟奴婢说 奴婢会尽力为您张罗的 为之姐 谢谢你 您这样称呼奴婢 奴婢会折服的 为之姐 一个落难的妃子 还不如落水的狗 你能真心待悟 我已经很感激了 以后 就不用行主婆大理了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您就爱惜休养吧 奴婢去给娘娘热点饭来 谢谢 少长远 桂枝姐 有劳你了 别客气 你们慢慢抬 春华 我和孩子的两条命 是你救的 请是我一败 娘娘 千万别这样 我这个人有眼无珠 错心了蹊跷 落到这般田地 我真是愧对于你和韩翔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眼前最重要的 是好好保护你腹中的孩子 来 王座 这个地方宅宵 要委屈你了 我跟韩翔现在 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你怎么这么说呢 要不是你和韩翔 我就是死在以下殿 也不会有人知道 能有个地方落脚 能够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 我已经很感激了 你现在别想这么多 好好照顾自己 有机会 我跟韩翔 定会向皇上和太后说明 到时 你就可以恢复妃子的身份 经历了一番波折 什么荣华富贵 都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能够把孩子 平平安安的生下来 对 这是最重要的 这里是吴恒殿 是个没有人理会的地方 你在这儿安心休养 范贵妃 她是不会来这里找你麻烦的 好好照顾你腹中的孩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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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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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成全 贵妃娘娘为何突然宣招 令月啊 你可知何事 回礼尚宫 贤妃娘娘被迁往吴恒殿中 领长仪暂时无处下降 所以来求贵妃娘娘 想在尚宫局得到新的职务 蹊跷能请度贵妃娘娘做说客 领长仪带人接物八面玲珑 哪有寝不动之理啊 听说她对司制一直甚有兴趣 蹊跷想当司制 她未免太想一步登天了吧 娘娘 礼尚宫带到 属下参见贵妃娘娘 李尚宫不必多礼 请坐 多谢贵妃娘娘 不知娘娘宣召属下有何吩咐 李尚宫对贤妃迁功一事 应该所知甚响了 贤妃宫中的长仪七巧 曾在本宫中伺候过 现在她希望托本宫 向李尚宫请求调签 希望李尚宫能成全她 原来是这样 那还不容易 只要任何飞瓶宫中有空缺位子 又能容得下她 只需一纸通令 尚宫局哪有不批之理 但是七巧并不想进其他飞瓶宫内伺候 七巧你想到何处入职 这 你有何想法 直接向李尚宫请求吧 回李尚宫 七巧知道张思智近日身体欠佳 七巧愿与她分忧 啊 分忧 你只在宫中当掌医 制作公衣 织锦之事 你一窍不通 你如何替张思智分忧啊 李尚宫 你说七巧当思智 她是行 还是不行啊 回娘娘 行不是不行 不过七巧要想当思智 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要到思智房 练就一手好针线活 继而设计的功福 要得到宫中后妃们的喜爱 晋升长制后 还得其他几位长治心悦成福 才可推举她当思智 原来思智房升迁 也有这么多规矩啊 七巧 看来本宫要说服李尚公 让你做个现成的思智 是不可以吧 李尚公 有劳你走这一趟 娘娘不用客气 恕属下在此多言 七巧 你若想当思智 思社思贞等职位 还是要多下苦功才行 七巧 你听到了吧 你是本宫宫中的旧人 本宫也很想你有个好去处 只不过有些事 还是要靠实力的 本宫真的是无能为力 你也知道了 你也知道了 慢点 娘娘 娘娘 你好好休息 慧枝姐 娘娘 什么事啊 怎么了 死人了 娘娘 快走快 慧枝姐 怎么能安住啊 先被娘娘的出事了 快走 快 快走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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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事情必须有人伺候 可是吴恒殿中人数并不多 我怕万一丹安武会伤及龙翼啊 桂枝姐 这样好了 我回去跟月宫局请假 娘娘的一切就由我来照料 你放心吧 我现在再弄个你 孩子没事 没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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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 你要好好躺在床上 哪里都别去 安心养胎 对不起春花 你对我这么好 我还这样对你 对不起 还记得小时候 你在市集 拉住那位大婶 不让她打我 从那天开始 我已经一生一世 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姐妹了 所以我对你好 是应该的 春花 春花 对不起 不许哭 你这样哭 会对胎儿不好 张太医说了 这几天 你不可以下床 情绪不要激动 这样 才可以保住胎儿 你一定要记得 我会 我一定会把这个孩子好好地生下来 那就好 那就好 行了 把药喝了 行了 把药喝了 我 我是一定会把药喝了 我还记得来 你 知道 现在这几天 我会把药喝了 我还记得了 我 說得了 我还记得了 先不要让夫人知道 是 长公 夫人在吴恒殿做什么 长公气怒 末将堵罪 夫人逗留在吴恒殿里的心 千万不可向任何人提起知道吗 是 退下 是 诚华 你又做这些不要命的事 姑姑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姑姑 是什么风 把你这个宫中红人 吹到我这儿来了 您就别奚落我了吧 不是吗 在宫中谁有你这个本事 一婆二主 姑姑 你真是异想天开 还想一步登天 登上司制之位和我平起平坐 你进宫才多久啊 你有什么功绩 姑姑 你完没完呢 怎么 给我丢尽面子 我说你两句都不成 你知道吗 你干的好事 整个上宫局都传得沸沸扬扬扬 张思智气得病了不说 周思社王思善何思真 都拿话来噎我 说我有个好侄女 二十出头便想当思智 我真是羞得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在宫中 除了你还没有谁让我如此尴尬 姑姑 我也只是想早点出人头地罢了 也是你教我的 在宫中如果不极力争取的话 很快就会落于人后的 你这叫极力争取 你这叫丢人现眼忘恩负义 贤妃怎么会落得如此严定 你又怎么会和万贵妃有这样的交情 你真的以为宫中的人心里都不明白 明白又怎样 我做也做了 谁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去吧 好啊 你既然那么硬气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贤妃以为押往吴恒殿 我现在无处落脚 姑姑你能安排我到私政房做事吗 私政房 你懂得做什么呀 要你做回一名普通的宫女 你愿意吗 当长正 你做得来吗 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总不得在宫中 像个无主孤魂似的 飘来荡去吧 你还发脾气了 你发什么脾气啊 当初你吃两家茶饭的时候 你就没有想到 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把贤妃拉下马 就等于杀了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 好 好 我早说过 你倒行不足 就别玩那么多花样 到头来只会害的自己 你偏偏就是不听 是 姑姑 我错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总得说句话啊 怎么办 现在除了妄贵妃 还有谁敢把你收进宫中吗 你对贤妃做的那点好事 其他妃嫔们嘴上不说 但心里可都明白 现在 你只能去求万贵妃收容你了 万贵妃 怎么 她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你不求她 你求谁呀 明月 娘娘睡醒了没有 我可以进去见她了吧 慢着 娘娘是醒了 不过还在床上歇息 不想梳妆见人 是我的事 你的事 我已经向娘娘禀告了 她说 现在有我和小红两个掌衣 已经足够了 但娘娘也知道 你在宫中像无主孤魂一样 所以 为你特意多设了一名掌灯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明天丑时回来后命吧 掌灯 那岂不是都要 每天晚上当职啊 是啊 怎样 觉得辛苦不想干的话 我替你向娘娘禀报 替你推着这才是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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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明天丑时 你来后命 记得 别晚了 你知道的 娘娘最不喜欢属下 没规矩 我知道 春华 这幅摆幅图呢 你替我交给贤妃 希望可以保佑他们母子平安 我先带她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我虽然无缘生下孩子 但是我希望她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我们这些当妃子的 除了做这些 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虽然你们贵为妃子 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的命运 比做宫女还要坎坷 这一次啊 幸亏有你为她打点 不然的话 她被人害死在以下殿内 都没有人知道 还要谢谢娘娘你 谢谢娘娘跟太后进言 让她可以避入吴恒殿 这才得以保密 要不是你 现在无论谁 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她 虽然贤妃之前 有种种不适 但她始终都是受人挑唆 才会变成这样 能够帮她一把 我还是乐意的 为了这些事情 她都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她错心蹊跷 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是啊 听说蹊跷 现在在万贵妃宫中 当掌灯了 我还听说 她找万贵妃 给李商公施压 让她当私治一室 这件事情 宫中传得沸沸扬扬 我也有耳闻 不过最后 她没有当成私治 倒是做了掌灯 害人中害己 我想 她在万贵妃宫中 也不会好过 希望经过这次教训 蹊跷 可以有所改变 娘娘 点心准备好了 春华 这些点心呢 你和这副白富兔 一起带回去 谢谢娘娘 好 娘娘今天胃口如何 还不错 吃了小半碗呢 好 有劳你了 娘娘 春华 看来你气色好多了 还不是由你们照顾 春华 谢谢你这几天这样的照顾我 我实在是过意不去 你别这么说 别说是我们以前的情谊 今天 要是换了其他的妃嫔 遇到这样的事情 只要我春华能做的 一定尽力而为 你这样说 我对我之前对你所做的那些事情 更感到无敌自首 都说了不要再说这些了 对了 这个啊 是百妃娘娘送给你的百浮图 她说啊 要让你福星高照 顺顺利利的生下老子 还有 这个啊 她说呢 是特别好吃的点心 一会儿你饿了 可以吃一点 之前我对她冷嘲热讽 处处想必 她还对我这么好 韩湘一向与世无争 她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的 她 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要是有机会见到她 替我配个不是 有什么好配不是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是听信欺巧的谗言 才变成了这样 那好 你真想配不是 就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 到时候等皇上跟太后把你接回宫里 你啊 一定要当着她的面 跟她说谢谢 我会有那么一天吗 当然有 你这个娃呀 被万贵妃逼着喝了这么多打胎药 她都好好的 一定是个大福大气大跪的好娃 你可要好好地珍惜啊 我会 我会做到的 你看 要不然这样 这个摆幅图啊 我就帮你挂在这儿 以后每天早上起来 你都会看到她 这样你就会有个好心情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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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